Hello 今天的不专业香瓶呢 为你带来的就是 Soologist他们全新的这一款 Rabbit的香水 如果你有在关注这一瓶 如此可爱又美貌的香水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 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 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做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终于到了 从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个限定包装 我就觉得我必须入手 实在长得太好看了啦 就Soologist他们家 尽管是他们经典的黑白色的包装 我已经是很喜欢 而且必须说 每一次这一个动物图案的设计 也真的是好好看啊 但这一次限定的包装我感觉又再上一层楼了 就从外纸盒的整个设计 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看 而且你看连rabbit这个字啊 它都是用上了那种刺绣感的字体耶 就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了他们设计上的用心 那打开呢 就是这一次的调香湿与这一次香水创作的灵感啦 那外包装漂亮 里面的香水瓶也很漂亮耶 整个呢是做了这种蓝色到黄色的建成 然后黑色的皮革盖子呢 这一次也换成了咖啡色的 真的就是看着就已经让我有开心的感觉了耶 那Soologist他们的包装呢 绝对是加分享 但最重要的当然是里面的香气啦 那在聊到香气之前呢 还是允许我先来分享一下 这一次香水的创作灵感吧 毕竟我觉得品牌都那么用心的给你写出了这个故事 你怎么可以不去看看了解一下呢 品牌说到呢 今晚空气里面充满了三叶草 干草的绿色 还有微风中的小草虫 兔子在黑暗中 秘密的挖掘着他们流浪的通道 他们三三两两的在草虫中跳跃 他们的影子就仿佛是一坨 松松的棉花 而当远处传来了鸟类的尖叫声 他们就会瞬间变成了仿佛是石头一般的矗立着 而在他们的身上呢 正正就是有着这一抹沾染上了路途上油软的茉莉花 与他们挖掘过的胡萝卜过湿 再结合上身上皮毛的气味 然而如果你是看着文案 想象这瓶香水 正正就是兔子身上的这一些 结合了花香胡萝卜与皮毛的气息 那么这瓶香水完全会出乎你的意料 我会说Rabbit是一瓶呢 大家很容易穿上爱上的 明显具有美食调感觉的气味 从香水一喷洒出来 我是先闻到了一个苹果的果香 与带有一种微微水感的绿叶的气息 但我会说呢 相比起他们家靠乳牛的那瓶香水里面的青苹果 这一瓶里面的苹果会更像是红苹果的果肉会散发出来的苹果香 除此以外还会有着一个蛮清爽的 但酸度不高的柑橘气息 包裹着这个红苹果的香气 那渐渐的香水里面 这种具有花粉粉甜粉甜气息的花香 再结合着一种比较紧实的 湿润的蛋糕的气息 就会重重的包围着你 我看到别人的review呢 都说这个中前调让他们闻到了更湿润更紧实的一个carrot cake的香味 就我觉得carrot cake的香味呢 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蛋糕气味 就它并不是那种香草味啊 甜味很明显的 反而呢它会多了一种植物根茎的菜感 绿感与那种spice香料的气息 也会比起其他的蛋糕更明确 再加上在穿戴的过程当中 时不时能传到我鼻腔的果仁的香味 在这个阶段真的很像是你在品尝着一块带有湿润感的紧实的 里面还会有着一丝丝胡萝卜果肉的carrot cake 在你咀嚼的过程当中啊 你时不时还能搅到了一些散落在蛋糕当中零碎的坚果的果碎的一个感受 而随着你穿上时间越久 整瓶香水的气味呢 就会从carrot cake慢慢转换成了杏仁饼干 与仿佛是carrot cake上面的那一层奶霜会散发出来的气味 尤其是杏仁饼干的气味 我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 而如果你有在担心 Soologist他们家的香水里面会带有的这种动物的气息 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我在这瓶香水当中 从头到尾都没有闻到任何 让人比较抗拒的动物感的气息 就像是这一次设计的这个rabbit的图案一样 这一只兔子是一个活在了pastel color的fantasy world里面的兔子 里面充满了这种粉蓝色粉红色的泡泡 当你去探访它的时候 它还会穿上它碎花的裙子 戴上它的围裙 给你端出了一块 充满了杏仁 香草 坚果 还有一点苹果香气的 铺满了白色的 topping的一块carrot cake 与你分享 整个环境当中散发着的 应该就是这一股 又可爱又软萌的气息 那作为一瓶美食调的香水呢 我相信蛮多人也会挺关心它的甜度的 这瓶香水我觉得甜味是绝对有的 但就像是carrot cake一样 它不是一个会让人甜腻或过甜的一个甜品 在我看来呢 它绝对是一款男女都适合穿上的 美食调香水 而且我会说它是一款呢 你喷上以后可以跟别人创造话题感 让别人产生好奇心 想要了解 你身上喷的是什么气味的一瓶香水 rabbit也是一瓶香精形态的气味 那真的不需要多喷 我自己喷三到四下的情况下 它整体的扩香能力呢 是很不赖的 一个多小时吧 尽管是喷在手上 伸手的距离 别人都可以清晰地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 那如果喷在衣服上面的话 九个小时我脱下我的衣服 我还是能闻到衣服上面有气味残留的 表现力我觉得是真的很不错啦 那最后 说到carrot cake的香水呢 我马上呢 也有想到了我手上另外一瓶 同样以carrot cake作为主题的 T.O.Cabonel他们家的这一瓶 Encore的香水 那首先我会说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气味 Encore的整个花香植物根茎的那一种蔬菜感 或者它里面带有的那种奶感的气味 都要比起rabbit来得更强烈一些 因此我会觉得rabbit甚至会比起 Encore那瓶香水来得更容易接受 我也会把rabbit列为soologist他们家 前五名最容易接受最实穿的香气啦 所以如果你是杏仁香的爱好者 或者你享受美食调 想要找一个甜度不这么高 有着更多独特性与层次感的香味 那真的不妨找机会去试试 soologist他们家rabbit这瓶香水咯 说不定它会成为你的爱香哦 好今天呢就给你分享了我手上的这一瓶既有颜值 香气上也让我享受的rabbit新香水 如果你们也有尝试过这一瓶新气味 或者有被我种草到这瓶新香水的话 都请留言来分享给我们大家 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咯 那也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